我們今天這個請到台師大實習生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在暑假實習的經驗 我們有三位同學跟我們分享 這個分別是耀楚 這個安妮塔還有Benson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那我們請這個 我們請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就先從這邊過去好了 我現在要拿這個獎 這個在這樣的距離是可以的 好你先 你先讓我們等一下再從這邊回來 我們這個自我介紹 等一下比較難的 就是才開始是從哪裡開始 比較困擾這樣 現在這個最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就請大家講一下說 大概自我介紹以外 然後在台灣的求學背景 從耀楚開始 現在 對開始 OK 我是張耀楚 我現在是師大的資訊教育研究所做二的學生 然後我大學也是在師大就讀 然後是在學習科學 學識學會學程 所以有點像是直接申請上學 是不是要傳遞麥克風會比較有感覺 還是這樣才會知道誰在講是不是 好 那換安妮塔 大家好 我是安妮塔 然後 好 我大學是嘉義大學的學生 然後研究所就申請師大的圖資所 所以我現在是圖資所的碩一學生 對 就是這樣 然後 嗯 對 好 沒了 就是這樣 我們換下一個 好 大家好 我是范陽鑫 Benson 我現在是師大資訊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一年級的同學 然後我的求學背景呢 大學念是 也是師大的學習科學學生 然後研究 碩士班念的是資訊教育研究所 然後直升到博士班 對 好 可以 接下來我們就從你這邊開始了 我們 第一個要跟大家這個聊的是說 是什麼 什麼原因讓你念目前的這個研究 就是你現在系所研究所 資訊教育 資訊教育 對 其實我一開始念師大的時候 是我從東華大學轉到師大來 然後那時候我在東華大學的教授就是做數位學習 所以我就轉到師大來 相關的科系念數位學習 然後 我就覺得我的資訊教育都還不錯 所以我就 一直跟著他 從大學到博士班 OK 就都一直是 所以這樣就算是 都是資訊教育 從大學開始就是這個系 研究所這邊也沒有變這樣 還是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資訊教育系 所以我們是學習科學學程 可是老師通常都是一樣的人 OK 就直接直升上來 那你之前在東華大學的時候 也是叫做資訊 我那時候念的是教育系 教育系 只是我那時候跟著老師是做數位學習 對 OK 夏澳圖劉明秋 我的教授 東華大學 這個推進同學去找他對不對 找他這個跟這個教授就對了 好 我的話呢 我大學是念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本來是一個很長的很長的科系 然後他主要學的內容就是跟 藥廚還有Benson他們學的很像 對 然後但是我大學畢業以後就是想學一些比較 怎麼講 有理論性的知識 所以我就選了圖資所 本來他就是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結構在的一個系所 所以我就選了圖資所 然後就變成現在這樣 OK 所以這樣等於說你覺得你這樣算轉換 算大嗎還是還好 算蠻大的 因為剛進去的時候要學很多理論知識 像是什麼參考資源的服務 然後一些訪談的方法或者是資源搜尋的 本來就是很圖書館那邊理論什麼資源資訊組織 這種資料連結的那種東西 然後就跟大學學的比較不一樣 所以剛剛碩一上學期的時候修了很多課 對 所以就是 算比較理論還是比較實務 比較理論 對 就是圖資所大部分都是比較理論的課程 比較多 對 了解 好 好 換鑰匙 OK 我會繼續讀 我會讀資訊教育 一方面是因為他就是我們大學系所上去 可以直升上去的 然後最主要原因是我那時候大學畢業 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對 然後又有朋友問我說 然後不想馬上去當兵 對 也不想馬上去當兵 就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又一個朋友問我要不要去跟他一起繼續讀 然後我就在申請前三天跟他想了一下 然後就回覆他好 然後就整理出來就丟出去了 OK 對 所以就大概是這個原因 但你的大學和研究所的科系有差嗎 也是 學的也是一樣 因為我跟Benson是一樣的 你也是從東北大學一起 沒有 我是從學習科學上來的 所以老師 查理要學到這個教授 不同教授 他比較聰明 一開始就史達 他是台師協同這樣 最純的協同 最純的協同 以後小孩要入學的時候是要看這個協同 沒有啦 OK 好 那下一個跟大家聊的是說 就是因為你也台師大 所以有這個機會 就是這個program的機會可以來美國 那但是你們就是雖然有這個機會 但你們是什麼原因決定 就是要參加這個暑期時期這樣 我們就從Anita開始 然後過去再回來 不是過來再回去這樣 好 那因為我一開始就是圖資所的學生 然後這個計畫是圖資所 本來就是你的program 對主要是 外來是瘋狂入行 因為各種原因 就是我們所上的學生可能金錢壓力 或者是想寫論文 非常急迫想要畢業 所以可以理解 對沒有什麼人報名 然後所以就是我一開始就是 有點想出國 雖然中間也是 可能沒有這個影片 再來可能就是會報名100個人 有可能 反正就是我們教授也是希望我可以趕快畢業 所以就是有糾結了一下 但是我最後還是力排中益 力排中益 對就報名了這樣 OK 對蠻值得的 好 所以你知道這個其實是你入學之後才知道 還是你入學前就知道 入學前其實他在官網上面有寫他們我們所上有這個計畫 然後就是你想報名的話可以參加 然後歷屆都有 大部分除了疫情那個時候沒有人參加 其他的歷屆都有人參加 但是就除了今年不知道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人報名 但是你們第一次知道這個program的時候也是聽了去年的人分享這樣 還是說課堂上老師就會宣傳 在第一堂課的時候老師在介紹課程大綱 就是這一學期會講什麼 他就會稍微提到說可能某一週會請學海計畫的去年的學長姐來分享 所以那時候大概有知道 但是我知道這個計畫就是學海的計畫 是我大學的時候就有參加過學海 就是去不同國家 所以是類似的 對類似的 所以我研究所的時候也有想參加 但是就是要考慮其他的因素 所以就是 所以感覺你的原因是可能你大學因為有參加過 所以你其實對這個蠻熟悉 所以就覺得說讓你進而覺得再參加一次的話也是 對也是ok 會想要這樣子 好 對 你覺得你的話是什麼原因讓你想要參加這樣 成為一個純正的師大協同 是不是 早就已經聽說這個program了 大一的時候就聽說了 剛剛Anita講說是投資所辦的 然後他們今年不知道為什麼人很少 然後我們資訊教育跟圖書資訊其實歸類在數位 對 一個資訊專業學院下面 一個同一個學院下面 對 所以我不確定是為什麼 但最後得到這個 你覺得我們應該要分解嗎 沒有 我是說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怎麼過程 反正到最後就是我們的教 我的教授問我說 圖書有這一個計畫那有沒有興趣 ok 所以你反而是教授那邊先聽到 而不是聽到那個去年的分享 沒有因為 因為那是他們細分享的 對那是他們所分享的 他們所分享 ok 所以我們就 我就是從教授那裡聽到有這個計畫 然後就衡量評估一下之後 就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了解 就跑來這邊了 ok 所以等於說你們教授就有宣傳這個部分 對他就有跟我們講 這個program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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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雖然之前就知道這個計畫 之前就知道 對 你說東華的時候就知道 不是 我在私大的時候知道 私大的時候 ok 然後 神通廣大 我之前就有想要出國 ok 那我之前 我 上個學期那時候我剛好申請另外一個 台灣的叫做薛海費揚 嗯 那我其實那時候是有證取的 只是因為我後來 發現薛海費揚的補助蠻少的 蠻不錯的 這家學來祖夢 祖夢 他是雪海計畫的另外一種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好不容易有配選賬 對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那時候放棄覺得蠻可惜的 對對對 保證金都交了 對 然後發現就是錢不夠沒有辦法去 ok 所以後來是 那保證金可以拿回來嗎 不行啊 我已經交出去了 ok 好沒關係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然後後來 就是我教授知道有這個計畫開始報名之後 他就跟我說 這是另外一個可以出國的機會 那時候我也還不知道我撥班有上 ok 所以我就想過先申請看看 先申請看看 對對對 這是要還要繳保證金嗎 這是不要 不用 這是不要 所以竹帽比較好 就聽說竹帽好像的感覺比起 要夢想 比起另外 又飛而已 還沒有飛去 對 就是他的補助是比較多 ok 然後可能做的事情也比較 比較騙事情 而不是就是單純交換 了解 這樣等於說第一次機會雖然錯過了 但是後面這個就是機會又來一次 對我其實算錯過兩次 錯兩次 對 但是funding就是這次比較豐厚這樣子 好 好 那下一個要跟大家聊是說 就你們來實習了嗎 然後大家的實習其實單位都不太一樣 就是想請大家跟 就是介紹一下說你實習的是什麼單位 然後每天實習大概都做什麼事情 好 我們就從那個 我被分配到的是UWN圖書館的 User Service的部門 然後 我在這個部門做的事情其實有兩 我自己有兩個部分 就是我前面其實做了蠻多的都是做training的工作 就是學一些關於怎麼樣去做良好使用者設計 或是怎麼樣那些諮詢的官員是怎麼樣做他的工作 所以我前面其實讀了蠻多的論文 然後就是做蠻多的training 對然後後面的話我其實就是設計三款不同的聊天機器人 來幫助學生使用圖書館的資源 那這三款機器人會分布在圖書館網站的不同地方 他分別有不一樣的目的去幫助學生來使用資源 那在設計上面的話 我就是先有跟圖書館的官員interview 然後去問他們覺得要有什麼樣的設計的元素 然後設計完之後再給他們看一些結果 所以是以圖書館員的就是他的feedback為主 就可能問說他們可能覺得什麼樣的功能在chatbox裡面 可以比較好幫助學生去使用這些資源 然後做完之後現在就是快要計畫快結束的時候 就是每天都一直在跟圖書館員們協調說還有哪一些需要修改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 修改程式上面這樣子 對就是修改一下那個系統裡面有沒有需要新增的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的就是文字呈現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的文字呈現跟圖書館員們 他覺得文字呈現的方式其實不太一樣 他有考慮到一些可能清淨性的問題 就是說有些可能那些字可能對學生來說太堅設了 他可能根本看不懂是什麼意思 嗯 了解 對 好 好 那我跟John是在 我跟耀楚是在 我跟耀楚他是在 同一個就是我們有在兩個實習單位 然後第一個是Public Library 就是公共圖書館 然後另外一個是馬開University的大學 然後我先講公共圖書館部分 然後耀楚就講馬開University的部分 因為你們的就是做的東西都一樣 對都是做一樣的 好 那公共圖書館主要就是帶我們那個館員 他會就是帶我們去各個活動 像是難民的就是6月26號是難民 世界難民日 對之類的 然後所以在市政府就會辦一些活動 然後還有像是假週末也有一個就是難民相關活動 我們會去參加 然後就是Promote一些圖書館相關的對於難民的一些服務 然後也有就是到圖書館 公圖書館還有一個英文的課程 是免費可以學習英文對話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是可以 我們也有教導他們來參加這個課程學生 然後也有到就是給小朋友玩的那種兒童閱覽室 他們有一些平日的一些兒童活動 然後就是參加一些小朋友玩的活動 然後也有就是到公共圖書館各個不同的點藏 特殊點藏裡面去看他的一些點藏內容有哪些 像是有大概一百多兩百多年前的那種簽名檔的集結成一大本字典 對然後就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的簽名檔 對然後還有還有一些藏書的點藏 反正就是有很多點藏報紙的點藏之類的 對所以主要就是我們的主管會帶我們去各個不同的活動 然後去體驗那邊的環境 然後也有到其他的公共圖書館分館 像是有那個創客Makerspace的那種就是圖書館 然後我們有去體驗裡面的一些3D印表機或者是雷射切割機 或者是露營室等等的這些 對大概就是公共圖書館部分是這樣 然後馬開成的我們現在因為我們是前半段在公共圖書館 然後後面的話我們去馬開成的大學圖書館 然後我們到那邊的話 因為我們最後在離開之前會做一個有點類似結束前的一個期末報告 所以馬開成那邊的主管的管員就問我們說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想做的領域 問我們說你可能想要比較一下美國跟台灣的圖書館之間的差異 或是說有什麼樣特殊的類型是你們想要自己去做的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決定說 因為我本身是做跟AI比較有關係的教育研究 然後我們就決定說去詢問圖書館員 對於AI在使用到圖書館裡面的這一件事情 他們的看法跟他們可能遇到的挑戰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確定這個題目之後就是跟每一個 我們就有跟不同的圖書館員去訪談 然後去訪談跟記錄他們的想法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想法去做成我們的最後的期末報告 目前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算是Market那邊特別的就是訪談的方式 在進行就是資料收集這樣 就是我們的主管會幫我們預約不同的領域的館員 所以是每天都在做這件事嗎 還是每天都在訪談這樣子 對就是看圖書館員有空然後能配合的時段 對那這個訪談其實是因為一開始比較是說 館員會跟我們介紹他們的工作內容 跟他們的一些可能想要跟我們講跟我們介紹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後面決定自己要做這個類似訪談的內容之後 我們才變成說前面他介紹 然後後面我們在訪談我們想要知道的內容 所以有點是結合在一起 就原本就有這個 原本就有這個跟圖書館員接觸的這個機會 對然後之後我們在趁著這個機會 我們去加入了我們自己訪談的內容 然後訪談都是館員跟你們之間的對話這樣子 然後不一定說誰問誰就是兩邊都有 都一來一往這樣子 那可是你們在問的問題是要根據什麼 就比如說訪談的內容是每一天有不一樣的主題 還是說你們有特別的 我們有一個大綱 然後可是因為我們是主要是可能是圖書館員在面對學生在使用可能圖書館上的資源或是他不用這些資源直接跑去用AI之類的 那有一些圖書館員他可能是比較偏技術方面 所以我們可能就改變一下我們詢問的內容 OK了解 所以等於說每一次可能 你就說有一個大綱 然後但是後面也會微調 就是說那個 因為你說像有的他的 比如說他專業不一樣 然後可能就會根據那個調整這樣子 好 再來要請大家分享的是說 實習的期間 就是有沒有你覺得 你比較有挑戰性的事情 然後以及 比較喜歡的事情 要有挑戰性的 對 那我們就從 就繼續從剛剛這樣過來我們就這樣回去好了 要處理了 繼續看你有想到什麼 你說你現在沒有想到你可以Pass 我都很喜歡 沒有就挑戰性 我沒有真的 去挑戰性的 然後以及喜歡的事情這樣子 對就是挑戰然後喜歡你 你如果覺得好像 你來美國好像都沒什麼挑戰的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講說你喜歡的這樣子 但是如果覺得有可能來的時候 剛好剛來的時候比較有挑戰的 性的事情的話 那可能就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挑戰性的話你可以先分享挑戰 然後再喜歡 我覺得比較挑戰性的是 因為像我們離開台灣跑到美國 有點像是我們走在路上會被當成猴子在看 動物園 對就動物園 新的一批動物進來了 對就黃色皮膚又在這裡 相對來說會比較少 所以大部分可能有些人在走在路上 就會多看你幾眼 對這個是環境上 然後比較 如果是圖書館實習過程中 比較大的挑戰的話 可能是因為我本身並不是圖書館相關的專業 所以在像我在公共圖書館的時候 每一個官員他們負責不同的部門 像是IT的或是負責一些分類的那些官員 那跟我介紹的時候 我可能對於這些東西會沒有辦法這麼理解 對那我可能就有點一隻半 有點 有點沒辦法完全的去理解 我覺得這是比較有挑戰性的 那這就算是你學到比較多的地方 對就是同時我也學到就是他們可能在處理上 有什麼樣不同的應對方式 那你覺得這樣會是比如說你不太懂的地方會完全是理嗎 倒是不會 也不會 因為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畢竟他 資訊專業 資訊教育跟圖書資訊 是分在數位 資訊專業學院下面的 所以他們有一部分其實還是蠻類似的 蠻類似的 對其實就沒辦法完全到理解 像是今天安妮塔在講說有什麼 有什麼資料庫系統那個OC OCOC 那個我就完全不理解 OK 然後比較喜歡的話可能就是這裡夏天的天氣 因為這裡夏天天氣就是太陽非常的熱烈 非常的熱情 對 但是他吹來的風會比較還蠻涼爽的 因為這裡很靠近湖 所以吹來的風是那種有就比較冷的風 然後太陽又很好 也不太常下雨 比較乾燥 對比較乾燥 所以不會悶悶的那種熱 對 因為台灣這個時間就是又熱 然後又濕又一直下雨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舒服的夏天這樣 舒服的夏天 可是這裡的冬天聽說就很不舒服 所以還好是夏天過來 夏天是最有活力的時候 冬天大家都在家裡這樣 大概是這樣 好 那 最有挑戰性的嗎 最有挑戰的 好 那我先說就是一般生活上我覺得比較挑戰就是 就是會比較多特殊行為的人 特立獨行的人 對就是因為可能美國比較多做自己的人 然後就常常會看到一些特殊行為的人 然後你也很想理解他到底在幹嘛 但是 沒有危害性的 對沒有危害性的 但是他好像也不讓你理解他到底在幹嘛 OK 對 就是就是你就要想辦法不要被他吸引 對 你會一直想看他 但是就沒關係放著放著他在那邊就好了 不用管他 對 就是對 這是現在比較適應我都會不理他們 OK 對 對 尤其是就是在公車上 因為我們去公共圖書館跟馬開都是搭30號公車 但是通常回程的時候好像是從過來的那個方向的問題 所以會有 帶很多怪怪的人回來這樣子 對 通常是會有就是機率是蠻高的 因為像前幾天John就是 就是我們兩個一起上車 他看到裡面就是比較吵鬧一點 他就說我又走的 我騎腳踏車 我就自己一個大公車圍 就是因為我要去別的地方 所以我決定用走的一起打 那個vibe不太對 對 你不要出現我 他就說你不打他直接這樣 車子已經來了 門打開 然後呢 而且我是看到人比較多 所以我可能上去 他就說我不打 因為我只有一站就要下車了 那我不能走 好 反正anyway就是這樣 他就不用不用不用太care 就勇敢的上車 勇敢的拉著八手 就是其他事情就不用不用太care 對 生活上我覺得比較有挑戰的大概大概是這個 然後在工作上面我就比較有挑戰是 因為我們公共圖書館跟馬開的工作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需要跟人面對面的工作 所以是需要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然後就是變成你在不熟悉的語言環境底下 你又要一直講話 然後呢 就是你的腦袋 一直思考 就是組織語言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要怎麼回應啊 之類的 就是對我來說是有點累 但是其實也還好就晚 久日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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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時間比較早 所以回來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其實是還OK的 對 現在比較適應了 就出去把社交能量釋放完就回來 對回來就是睡覺 對 大概是這樣 那你有喜歡的事情嗎 喜歡的事情 我蠻喜歡就是這邊有很綠的草地 很綠的草地 對就是可以野餐啊 雖然台灣台北啊 也有地方可以野餐 但是台北就是像John剛剛說 天氣長的時日是不太好的 然後就是我覺得草地也不夠綠 不夠漂亮 就是沒有讓你一直想要住在上面 外國的草地比較綠 對 然後而且又有湖 因為像大聲林公文 你看不到湖啊 你只有草地 對 所以就是那個view就是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我比較喜歡 戶外的這種 戶外的環境我比較喜歡 了解 我覺得比較挑戰性的是 工作上的話 因為我整個團隊都是白人女性 所以我也覺得 其實他們人都很好 只是工作起來還是很有壓力 就是那種不太熟悉的人 了解 然後因為 而且他們很喜歡 都很喜歡small talk 那我工作的時候其實基本上不太講話 一堆藝人vs一個IA 他們就會一直過來想要跟你聊一聊說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這反而是工作上最大的挑戰 比起真正的實習工作 了解 所以這是比較挑戰性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對於一些生活上的用語 比較不熟悉 對 因為可能之前為了出國 讀的東西都是比較學術 或是考試上的東西 那真的到美國之後會發現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日常生活的用語 需要再學習 這是比較挑戰 所以講conversations 對 就是那些什麼 日常生活用品的英文 真的不太值得 I'm fine and you 這樣 對 我們上去超市還有長 就是抹布而已 抹布 對 那你現在還記得 忘了 抹布一般好像是 就是美國應該就是 wash clothes 好像也可以 之類的 對 比較喜歡 比較喜歡的地方 就是這邊 生活不了 我覺得比較慢 比起台北 台北可能大家都比較 比較忙碌 對 大家的生活比較快 那這邊感覺就是 你隨時隨地就可以 看到很多很chill的人 然後天氣又不錯 就覺得好像 感覺整體上來比較輕鬆 對 然後他們都會 不會管得太死 會給你很多自由的時間 讓你自由發揮 這還不錯 了解 好 接下來要請你們分享的是 實習外有沒有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 實習外有沒有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 這算是變成說下班後了 可能下班後平常就是 不管是參加過的活動 還是去過的地方 還是遇到的人事物 有沒有想到什麼有趣的事情 有想到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我覺得如果人家說有趣的 現在想想那個我們每天晚上煮飯的行程其實都蠻有趣的 其實我自己在台灣是不會煮飯 我應該是會 我不太確定我可以說我會煮 因為這邊好像有比較會煮的人 但是反正我在台灣是會煮 但我不煮 然後所以我在這邊就是會煮 就是我們大家可能輪流煮 但是有時候就會跑出一些就是 就是可能有點像是快把這邊燒起來的狀況 像之前幾點 讓我一直 這算是有趣嗎 就是我們不是獲得一個氣炸鍋嗎 然後我想要烤這個雞塊 然後我先預熱 然後那個預熱紙沒有放好 我差點把這個警報器開始響 然後後來發現那個紙整個燒起來 然後反正就是我就蠻有趣的啊 你在台灣不會這樣啊 可能那個紙可能真的不能進去 反正就是我覺得煮飯的過程就是 那我們每天晚上都其實蠻有趣的 還有隔天早上這個行程 感覺應該也是這邊步調比較慢才有辦法這樣 有趣的煮飯 不然在台灣的話我回去煮飯說 下班怎麼還要煮飯這樣子 對就是吃泡麵 吃泡麵直接出去外面買這樣子 好 那我就是剛剛那個見證房間差點燒起來那個人 差點來的那個消防車是真的來了這樣子 算是蠻有趣的 沒有看過那個氣炸鍋真的有著火過 就是第一次看到 然後也第一次聽到那個煙霧警報器的聲音 真的想說他到底是幹嘛用的 然後第一次應該說多次聽到煙霧警報器 還蠻特別的 對那房間可以時時的弥漫一些煙霧 煙霧跟一些這種燒焦的味道 其實還蠻特別的 蠻喜歡的 增添一點vibe 對增添一點vibe 然後他另外一個我覺得蠻喜歡就是遊船 遊船 你們上次去遊船 那天還好那個天氣本來是不太好 然後後來都沒下雨 晚上就是我們回來之後 就下大雨了嗎 是不是 還有可能就是野餐 我覺得這邊可以在湖邊野餐 或是在樹下野餐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就是要小心晚上的時候的黑人 對 就是我們第一次野餐的時候就遇到黑人 就遇到黑人 他要過來我們要錢 他要過來跟你說叫我們叫阿尼哥 喔 誰你哥 誰你哥 我就不要 他說你很聰明齁 不然他看就要被扁 對 白目 OK 我覺得 比較有趣的是這裡 這裡在施工 6點半就在施工 沒有關係 所以就很多牆面的粉刷 只有你們這季遇到整修 以前從來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剛好遇到 不要說有趣的自己 他應該是找我 找我 他一個是施工 對 他施工6點半就開始施工 然後施工到9點就結束了 對我們還遇到兩次活劑 對我們還遇到兩次活劑 對 那我們第二次有學瓜 第一次歸外在一樓等 第二次我們就去吃冰淇淋 吃冰淇淋 我們下一個要請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如果重來一次的話 這實習的這個過程的話 你有沒有任何想要改變的事情 我覺得好像 就是 我覺得那個如果你喜歡買東西的話 就是日常用品 像是美妝或者是衣服那些 他們的價格沒有查到很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 就是 不一定要在美國 就覺得一些美國牌子會比較便宜 就是個人個人的經驗 就是沒有比較便宜 所以你可以在台灣 台灣可能 就來到這邊不行要買 來這邊就不用買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這種東西 就回台灣再買就好 像電動牙刷 我那時候覺得 美國有很多電動牙刷那個牌子 應該是很便宜喔 結果我看一看發現 嗯 台灣 台灣就是蝦皮商城賣的 好像 不枉多讓 對 不枉多讓的便宜 然後我就放棄了 對 然後另外一個 我就是覺得 要的話 可以 就到這邊再買 因為我那時候 去年聽學姐說 感冒藥 對感冒藥那些其實 可以不用帶 但是呢我個人 這個人就是TKey 就是不聽話 然後呢 就是我就帶了一堆來 然後呢 後來發現在這邊買的時候 真的超便宜 而且我覺得如果 如果可以早點開始的話 就是睡覺的那種藥 我覺得就是 直接 對 推薦技術 看到直接 包括我整個一排掃過來 買下來 對大概是這樣 就早點開始買那些藥品之類的 好 好 那如果要給未來的學弟們一些金 或是可以改變的話 就是 希望可以 好 這是要講後悔的事 後悔的事嗎 沒關係啦不用啦 不一定後悔啦 後悔的事就是沒有提早去辦 沒有提早去開戶 OK 然後還有第二就是 換太多的100塊的美金 那如果是換很多100塊美金的話 就是要提早開戶 然後把它存進去 對 所以這個算是 可以改變的事情 然後 隱形眼鏡帶的不夠 隱形眼鏡帶的不夠 到這邊才發現 這邊真的沒有辦法買 對美國要買要儲房錢 然後 也可以買 然後衛生紙不太一樣 抽取式衛生紙 對抽取式衛生紙不太好買 然後這邊 這邊沒有像台灣那種便利操場 可能出宿舍就有 所以要買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可能都是 你可能上網訂的話 就是要花一件時間才會來 所以這就是 比較後悔的事 沒有多帶一些 常用的日常用品來台灣 來美國 OK 我比較後悔的也是一樣 就是 我自己 帶的現金到現在 我可能還有七八成的沒有花掉 就是我換太多現金在身上 因為可能出去的話 通常就是帶著一張信用卡 或是連信用卡都不帶 就是帶著手機 然後用Google Pay 或是用手錶的支付直接去付錢 就變成我現在身上 還有一堆美金的現鈔沒有花出去 這是我蠻後悔的一件事 然後還有 就是因為自己的步調比較 比較放鬆 所以有些自己該做的事情 會變得有點太過懶散 然後就沒去做 應該要更早去做的 對 這是比較後悔的兩件事 OK 好 下一個問題是 倒數第二個問題 給學弟妹的任何之後來的建議 誰要先 OK 好 我覺得 就是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就是花的錢 沒有像就是想像的那麼多 因為我來的時候原本可能預計真的會花很多錢 但是 但是基本上假如你夠勤勞夠 夠努力的話 那你就是自己煮嗎 自己煮 所以我們也會外食 但是也不是每餐都外食 所以如果你有就是自己煮飯的習慣 那買食材 然後大家這樣分下來 其實每個人就是沒有沒有 我自己覺得沒有花到想像中那麼多錢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嘗試的一個計畫 就是不用想太多 因為就是反正這個機會也是有補助的 所以他沒有花到想像中就是超出很多很多錢 所以我覺得就是放手一搏來來嘗試 對沒有問題 好 那給學弟妹的建議就是 那時候還是會覺得出 出國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 但其實這個計畫他從申請到面試到出去 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困難 那雖然老師們會給你蠻多的提醒 會讓你覺得好像很緊張 好像生怕一個地方沒做好就直接爆開 但其實過程都蠻順利的 就是跟著可能過去學長姐 或是老師們的建議走 其實就很順利就可以出國 那來這邊其實也會有很多人照顧你 甚至還有我們未來的州長這個醫師同學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啊 就是你想要來的話就是好好深情 就通常都會這樣很穩 OK建議的話就是像我來之前 因為我的英文能力沒有到非常的好 然後我其實還蠻擔心說我英文不好的話 我在這裡會不會變成盲包或是怎麼樣的 寸步難行的那一種 但是來到這邊之後你會發現 就像我們在台灣遇到外國人 會慢慢聽他說的話一樣 這裡的人會比較有耐心的聽我們在講什麼 就不會說你走到這裡然後變成一個盲包 什麼都聽不懂 然後大家也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所以我覺得不用擔心在英文能力上的問題 對就是我自己給學弟妹的解釋 你沒有感覺美國人就是好像蠻專心在聽你講話這樣嗎 一直看著你然後聽你聽 好像非常專心在聽你講每一句話 有感覺他們很認識在聽我們講話 而且你不懂在問一次他們也會很高生氣 就是好像講了一個差不多的問他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也不會在神氣跟你同講一次 就你剛才一直講sorry或是可以再講一次 他就慢慢的把他講的話給越來越簡化 就發現這個根據你的那個盲包程度 是不是 降低難嗎 他已經降到了我可以理解的這個能力 那我可不可以看是他們在講那麼難嗎 應該在講那麼難 那設定只大對手是空能機的那樣子 比較厲害的亞洲人 大概是這樣 了解 好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後一題是 大家各自的接下來的計畫 實習結束後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是準備碩3 那我就是論文寫完之後 希望能夠順利寫完畢業 然後先去當4個月的兵 4個月的兵當完之後 可能我就會直接 我就不會繼續升學 我會直接進業界去當外 國軍很愛 沒有不可能國軍很愛 對 不可能國軍 就可能直接會找一間公司去當社出 這是我的未來計畫 未來計畫 好 好 那我目前 因為我算是裡面就是學齡 這叫學齡嗎 就是免 學習的典禮是最小 我現在才是縮一 所以我回去是縮二 那縮二就是繼續休課 然後順便提論文的公司計畫 然後進行的計畫就是趕快畢業 那畢業之後 要做什麼工作也沒有想好 全下去 你說不定我有問題 簽自願意啊 簽下去 簽下去 還是簽另外一個簽一個博班 要學學校的自己願意 對阿 也是可以嘛 就是走著走著 開放態度 對 開放態度 到時候就會知道 或者是明年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也是可以 再來一次 大概就是這樣 我因為是 我知道學孩子沒有證據了 不久之後就知道 我有拿到美國博士班錄取的通知 所以學孩子住之後 我會回台灣兩天 然後忙在推美國 開始在這邊播放 對 所以就希望 之後 美國效果 對 好 非常好 我們今天的分享 都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歡迎這個 有熱門問題 在下面留言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頻道 掰掰 掰掰